欢迎回到五件新闻的现场 今天是元旦 在过去都会有爸爸妈妈 特别挑选这一天来剖妇产 希望可以生一个元旦宝宝 然而今天真的有一些元旦宝宝出现了 我们的独家报导要带你来看 这个非常特别的案例 有一名在台北新光医院 待产的新手妈妈黄小姐 原本她的宝宝预产期是1月5号 没有想到在跨年夜 妈妈看完了演唱会之后 这个宝贝儿子等不及要出生了 而且出生的时间非常地刚好 是在1月1号凌晨的0点01分 连医师都觉得好巧哦 刚好倒数完这个宝宝就来报到了 新光医院也预计在今天 会有5到6个元旦宝宝诞生 哈喽 我是阿B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来到2022年 新手妈妈黄小姐 对着刚刚出生的小宝贝 出生新年快乐 也要说句生日快乐 因为元旦这一天 更是宝贝儿子出生的日子 本来预产期是1月5号 但是因为我们住宜兰 我们怕那个廉价这时候状况 有塞车 所以我们就是廉价第一天 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有先来医院想待产 本来预产期在1月5号 但宝宝在元旦这天就很心急 1月1号的凌晨0点01分 挑了个好时辰来报到 妈妈说可能是因为 天后阿妹的歌声太吸引人了 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 耳朵听到是阿妹的三天三夜 然后就感觉 我该不要生三天三夜吗 还好就是在54321的那一刻 就把我的宝宝生下来了 他刚好在那个跨年的那个倒数的时候 我们就送到产台 大概在凌晨0点01分的时候出生 那我想他可能是全台的第一个小朋友 不只是开心迎接跨年 2022更迎来崭新的小生命 让今年跨年更别具意义 而这个特别的生成 也更让家人永远难忘 完全外山无西雨台北报道